相信大家都曾经在不同的时光里 经历过一些使你失望的事情 例如孩子达不到自己为他定下的学习进展或成绩 得不到理想的工作或薪金 生病后得不到一直想要拥有的健康 婚后一直得不到孩子等 这些教人都会感到失望的理由 似乎都是以得到一些的物质结果为主 但最近我也发现 我曾经也因着一些无形的事而得到失望感 我举一个例子 从前我在上班的时候 用心地做出一些的策划 在过程中也把计划、设计跟同事、上师分享、讨论 一切似乎都进行得不错 但是当计划实际的要行出来的时候 就有一些声音出现了 你选择的原色不太理想 可以修改吗? 你这样的安排很不好 可以换一下吗? 得到这样的建议后 我得到的不是生气 乃是一种莫名的失望感 失望的是 我花了那么多心思、策划的计划 好像突然间变成一文不值 也感觉到同事、上师 他们之前与我的讨论 只是为了要敷衍我 他们实际没有真正把计划看在眼里 即使在教会 我们或许也有类似的经历吧 为这聚会或不到会 做出了一些的安排、布置、彩排等 但付出这么多 却好像达不到应该得到的果效 反而得到很多人的批评 这个做不好 那个安排不妥当等 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各种各样的失望感呢? 首先,我们要思想 现在我们所拥有的 现在我们想得到的 甚至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 是为了谁而拥有 为了谁而做呢? 大卫在诗篇16篇第二节说 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若我们所得到的成绩 或现在得到不好的健康 得不到的孩子、配偶 是叫我们失望的事项 或许我们就是无法看到大卫所看见的 在神里面 我们得到的都是好处 要不就是我们除了上帝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我们自己所要爱慕的事情 诗篇73篇第二十五节就说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换句话说,我们失望 往往是因为我们太过注重自己的想法 自己想要得到的结果等 真正的问题还是我们的自我观太过强大了 在我个人信仰生活的成长 经常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要放下自我 当我以为已经很不错的时候 我又开始骄傲起来 又开始只关注自己了 若我们真是完全为主而活 为主而得,也为主而失去的话 没有什么是值得我们遗憾或失望的 第二,若我们的心灵真的被失望感占据的话 我们也当查验上帝是否有话要对我们说 很多时候,我的孩子向我要求的东西 是非常简单,却没有什么益处的 我必定要考虑到大局 才决定是否要成全他的要求 我们的天父如此地爱我们 也已经将无价的救恩赐给了我们 因此,我们若得不到一些想要的东西或结果的话 我选择相信神有更好的计划要给我 这想法并不是我要催眠自己 或自己好受一点 在《使徒行传》16章记载 圣灵主子保罗带着提摩泰到亚西亚和比推尼去讲道 因为上帝有更大的计划 要把他们带到马其顿去 保罗用心用力地为福音而活 我们都知道 但保罗三次求告上帝将他身上的赤挪去 上帝却没有那么做 若你是保罗,你会对上帝失望吗? 保罗却没有对上帝失望 反而他知道自己的软弱,有基督,复辟 也能够彰显上帝的能力 所以,我也思想到 当我们对上帝,对人,对自己失望的时候 我们是无法有感恩之心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恶者,魔鬼的欺骗和毁谤 魔鬼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我们高举自己 同时也使我们对上帝,对人失望 我们对上帝或人失望后 我们跟神或人的关系自然会出现问题 一旦我们对上帝起了疑心 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也会失去力量,失去喜乐 扫罗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自从他听错了声音后 谢灵在他里面的动工就越来越加强 最后他与神,与人,甚至与自己的关系都完全破裂了 当你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 或者得到一个不对的意念时 或者又发现自己里面有一股要使你失望的感觉涌了上来 那时要停止手上所做的一切事 若可以的话,请你去祷告,与神交通 恢复一颗感恩的心 若你累了,也不能祷告 那最好还是先休息 因为我发现到,当我们累的时候 我们所思想的东西往往都是不正确的 当你恢复体力后 但还是无法恢复祷告、喜乐的话 也不能够把失望感给消除的话 你可以考虑找牧者或自己能够信任 属灵的生命也比自己好的肢体来生坛 并且请他们为你祷告 总之,不要让不对的灵、不对的意念停留在灵里面 愿上帝祝福你 在凡事里面能够在失望中看到上帝里面的盼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